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試駕半年,我們又來新一屆的胸瓶機了 這次份量依然十足 這裡是其中一箱 所以我會盡量精簡 但無可避免應該都是上下兩集的 我看看剪到哪裏就剪開它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我這半年用了什麼 用後感是什麼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現在立即開始 這裏全部都是O-Lens 今年用過這麼多款,沒有伏 但最喜歡的還是VIVI RING BRUN 其實我覺得VIVI RING跟MOOD NIGHT 還有這個REAL RING 是同一個家族 最大的範圍應該是MOOD NIGHT 之後就會是VIVI RING 最後最小最自然的就是REAL RING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CORN 也可以試試 看看你想直徑大一點 還是看上去自然一點 還是恰到好處中庸之道 大家真的可以選這個VIVI RING BRUN 然後HONEY SHAN是花巧一點 拍照漂亮的 但要化妝才能用到 VIVI RING的綠色不中規中矩 因為我有更加喜歡的綠色CORN 所以它就未去到我最愛 然後VIVI RING的粉紅色是很自然的 你要很近才會看到粉紅色 但它又不算復的 看看你是否真的想看到很明顯的粉紅色 還有這個GLOWY的 好像是不是啡色呢 這一款我覺得它有放大效果 令到眼睛有精神的 但它始終都是一個會看到你帶了CORN 不是最最最自然的一款 平時用我也覺得是OK的 它是有一半灰色一半啡色的 追求超級自然素顏都可以帶 看上去有種空靈感的話 一定要試這一款 FERRY系列的CORN 上面是有閃粉的 太陽曬下來的時候 很漂亮的閃亮亮 平時用也不會浮誇的 它也算是自然的 所以我也很喜歡 綠色CORN 它們兩個都打敗了VIVI RING 這個的話它會偏向灰綠色的 會是很配合一些復古的造型 然後這個它是中間會綠一點 但是不浮誇的 都是平時會用得到的 兩個之中我會喜歡這一款 然後這款台灣CORN 我之前買過的所有台灣CORN 戴在眼上都很銀眼的印象 它是很舒服的 還有這一款是外框深色中間淺色的 戴上去有種混血感 但是不會誇張 也不會像吸血殭屍一樣 通常用得完的CORN 我都OK的 如果不喜歡的話 是很久都用不完的 然後不如說一些我經常都空評 就不重複了 簡單介紹 12元點一些化妝工具的清潔劑 差不多是代言人的去角質化妝水 化妝棉繼續用這一款去配去角質化妝水 BIT IN JAPAN的12元點化妝棉 中規中矩 但12元有兩盒 每盒有80塊 沒有投訴了 用完去補貨又用完的Eve Hocher發醋 同一個品牌 還有花水降細胞 再生全效精華 這個是去虎紋神器 台灣加丹尼的直水角蛋白調理洗髮露 這個是清爽清潔力強的 然後金棧花舒緩平衡液 我就用來濕敷 做到一個很好的水油平衡效果 當然還有它們的面膜 不止那麼少 但是沒有位置 所以拿了最喜歡的四款排名分先後 有龍膽葉庫活抗老面膜 然後有積雪草修復面膜 金棧花舒緩保濕面膜 還有這個就是纖維面膜 不懂讀的 叫做朝鮮介亮白生物纖維面膜 應該是這樣讀吧 這四款我都覺得挺好用的 朝鮮程的面膜也不止那麼少 不停地存一點 這個N3是我人生最喜歡的保濕面膜 所以怎樣都要存一盒告訴大家 然後這裡三盒N34 是他們上年推出的美白面膜 如果現在的天氣來說 它的保濕度不夠 但它的美白效果我覺得是看到的 即時也看到 然後連續敷幾天的話 會更加出眾的 所以我都很喜歡夏天 剛剛入秋的時候去敷 你會看到已經 隨便存三盒了 我去年試了幾敷面膜 敷完好像沒有敷 其中一款就是它 好像敷了15分鐘水 還有這麼大堆洗面筋 用了這麼多款 差不多 沒有哪款特別好用 哪款沒有那麼好用 所以跟價錢就可以了 也一定有Kiehl's的金棧花湯 這個是我媽媽的金棧媽媽 還有我都是會用的 用完之後沒有那麼容易出油的 金棧花的這個 我自己就是覺得夏天用的時候很爽 上下終於說完了 我們進入卸妝產品的部分 Dorma Home Wrinkle的Oil in Gel Remover 這個是我去年的年度最愛之一 它還有一點可以給大家看看 有有有 它是一個Gel狀 然後推開成油狀 很快落下所有的彩妝 我就覺得很方便 跟一些卸妝膏 上年都是我很喜歡的卸妝產品 卸妝膏有Good Monocules 這個卸妝是OK的 但是它超臭 是有很臭的膠味 所以我不會回購它了 因為有更好用的卸妝膏 我還找到加單的 金骨活顏卸妝型箱 這個我是喜歡的 裡面比起剛才的卸妝箱 或者其他的卸妝箱 都是軟身一點 所以很容易推開 它的味道也是舒服的 如果剛好補貨 要買其他東西的時候 都會買它 但是不會為了它一樣東西 去寄來香港 接著有小星層的N16 它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下完妝之後 臉不會乾之餘 還要保濕了 但是它卸不到眼妝 如果像我這樣那麼懶 想一次過什麼都下了 未必是很適合用 如果你是一個眼唇 會分開射的人 和乾肌的朋友會喜歡 但是我自己暫時就不會回購 我還是喜歡一些快漂亮的卸妝方法 用N16那段時間 我就買了Canable的眼唇卸妝液 這個很多年前我是很喜歡用的 這麼久之後再買回來 我也是很喜歡 它很快就下了整個眼妝 不會油膩 不會毛眼 所以如果大家會用開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這個牌子 還有Caudalie的卸妝水 我是不喜歡用卸妝水卸妝的人 除了拍片 拍照的時候試色用來抹走它 還有直眼睫毛的時候 就是用它慢慢地卸眼妝 它都OK的 只不過我個人本身喜好 就不是在卸妝水這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中規中矩 輪到洗臉產品了 這個是Dormal Home Wrinkle的Silky Cream Form 它的平均值不錯 洗臉不會乾 跟整個系列的產品配合得很好 但是它不是令人有很深印象的洗臉產品 如果你說用完整個系列買了它 OK的 但是如果你說只是特意去買它的話 我又覺得還沒去到這個地步 要去到很喜歡的話 是B Glend的Clay Wash 特別是夏天的時候 它清潔來好 用起來很舒服 很清爽 但是不會弄乾皮膚 還有它有一點射防曬的功效 所以做運動 只是用防曬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用它來洗臉 然後這兩個的用後感差不多 它們都是比較偏向透明的Cleansing Gel 這個是本地牌子叫做Akari 它是Palocentol Purifying Cleanser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IS Clinical的Cleansing Complex 它們都是偏向溫和 然後清潔度沒有那麼高 如果我自己的話 就喜歡早上真的想洗臉就用它們 但是晚上一天下來之後 覺得自己的臉很髒的話 我就覺得它們不夠力 但是它們兩個 都是洗完臉不會乾的產品 差點不記得還有它 很深印象 洗完好像沒有洗臉一樣 就是一個深入海的 一般的 全面生液也有突兀 這一支是很久很多的 沒有試用完 是一個純刀 因為提示了很多 但是這一支是很喜歡很喜歡用完 這支是很喜歡用完善火 又在這裡 但我不會讓你變成了 那是什麼 今天又在那裡 所以你會不會把你帶來的 你們在那裡